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是陪得起你就不到我家做佣人了 谁让你把这个野小子带进来的 这么没规矩 没教养的 正是到人家来做佣人 还这样子没规矩的东西 我不是佣人啊 我是终点工 老龙 你又要干什么啊 来吃饭了 我来请你吃饭吗 把你这货车扔这儿吧 我的车停门口了 坐我的车走吧 我用不着你请 那您请我吧 没钱 那这样 您请客 我买单 这总行了吧 我觉得你既不姓赖皮狗团 你也不姓狗皮膏药的狗 那我姓什么呀 你应该姓神 神 神经病的神 知道了 神经病同志 麻烦你开车一直往前走啊 第一个红绿灯往右转 那就是咱是最大的精神病医院 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 请您及时就诊 你神经病啊你 杨刚 杨刚 你等等我 哈喽 你有病啊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我就跟着你啊 怎么了 你 再跟着我报警了啊 你报啊 你带电话了吗 我这儿有 我借你啊 哎 哎 警察同志 这儿有人违章 吵什么吵 马上走 怎么能拿一拳一拳的 新流行的包裹啊 头一天穿高跟鞋 不太适应 那你就拖了呗 难受不难受啊 我拖了光脚走啊 你以为我是鞋帐水上漂啊 哎 你可以上我车啊 咱是不是有车嘛 你的车 我还以为我势力下降 少看俩轮子呢 什么意思啊 看不上我这俩轮子了啊 别忘了啊 你以前可没手 让我骑车带你上学啊 那倒也是啊 但是我这身打扮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又不是碗礼服啊 有道理 就算是碗礼服 也没必要做简自负 行 来 上车 坐了啊 这就对了 坐简自负 这书读多了 就是不一样啊 说话都有点妆啊 你要还一样 我不白花了七年新学呀 七年 哎呦 四年的大学 三年的研究生 你真能熬啊你啊 头发都熬白了吧 这叫多情应孝五 早生华发 是吧 早生华发 说了你也不懂 走了 再见 不是 到底什么叫早生华发呀 早生 晚安 早生华发 真聪明啊 这么快就学会了 行两句也是我教的吧 对 你这么说啊 我上周睡觉也是你教的 说什么呢 这美着你 我给你开玩笑了 梅子 我是不是给你开玩笑的了 我 姐 杨姐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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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 告诉舅舅怎么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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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姐 以后再说吧 小小 好 乖乖的不哭了 乔乔啊 不哭了啊 谁让我们强行受委屈了 去咯咯咯 打他去 行了 不哭了啊 老板 不哭了 妈 怎么办呢 说是一个老公友啊 快不行了 你爸去看看 你说这人啊 说没就要没了 那我爸也应该 等我们回来再走啊 把你一个人甩在家里 怎么行啊 我没事 是得去看看 要去晚了 都怕见不着了 来来来 来 咱们换衣服了 换衣服啊 宝宝 来 来吧 来 脱了吧 脱了吧 别哭了啊 换衣服了 来 我不要把这换衣服 我不要再这换衣服 你说这小子 还知道害臊了 我爹妈呀 你去吧 回去换衣服 给 给孩子喝点水啊 我指指腰部 王叔叔好 强强 他是不是闯祸了 这孩子 差点把别人家给点着了 没伤着吧 还好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就好 那你需要什么帮助 不需要什么帮助 不需要什么帮助 真的 真的 你忙你的吧 这不行啊 强强 乖乖的 听你妈话啊 我叔叔再见 那我到了 好 姐 肥胖 别再行啊 真是 太黑了 一张地毯就一万块钱了 人都疯了是吧 天天那地毯 是专门托人从波斯买回来的 地板也弄脏了 都得洗 算了 算了 碰这种人都能打为吧 赔就赔吧 明天我得想办法 凑一万块钱过去 妈妈把存折都给我了 他们俩也挣那点钱 全都给我了 你还怪我 我不应该再墙上去 我应该请一天假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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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难够了 钱没得在那挣 你个儿子不是没伤着吗 没伤着比啥都强 一万块钱 一万块啊 不就是一万块钱吗 就当破财免灾了 睡吧 你先睡吧 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 你先睡我不说 快去睡吧 要快去睡不着 我睡不着 我睡不着 你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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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急啦 開草 二叔叔 真乖呀 快 過來 來 叫爸爸下去 來 來 走吧 怎麼了 爹 爹啊 今天晚上我可能回來我晚一點呢 那你來接兒子 行 我怕你回來也晚要不這樣吧 你讓爸 讓爸有時間接一下 那不行 我媽那離不開人 那行 給你們接吧 兒子 聽媽媽話啊 到幼兒園 不許再惹禍了知道嗎 知道 你們去哪啊 送小孩上幼兒園 強強 強強 你要去幼兒園去啊 乾脆 我送他去幼兒園吧 我要坐王叔叔的車 你看你們這一天到晚 你得賺好幾個地兒呢 多辛苦啊 再說育廣 也待會兒能弄機器也挺賴的 這樣我給你送回去 到時候晚上下班的時候 我再給你接回來 不用了 你忙你的 我們天天都這麼收 小姐啊 願不願意啊 願 那太好了 來來來來來 來 抱抱 來 抱抱 來 抱抱 媽媽再見 到下班的時候我接 媽媽再見 媽媽再見 真好 咱們走了 走了走了走了 哎 你看誰在呢 你梅的阿姨在呢 來 梅的阿姨趕緊接一下 哎 走嘍 走了啊 放心吧你們 嗯 哎 走嘍 你媽你媽再見 再見 再見再見 再見 走了啊 咱們聽話啊 這孩子 還挺知道小事的啊 趕緊走吧 不得取錢的嗎 給 艾屏公 你說你們家楊夕 怎麼回事啊 怎麼不趕快回來啊 我都想她了 快讓她回來吧 楊夕說她做小事工 挺順手的 有點喜歡那個工作了 不可能 誰不知道那小事工 又苦又累的 誰願意幹那活啊 哎 你們倆不會鬧別扭了吧 你是怕著我們倆吵架是不是 嘿 我哪敢啊 你們倆這模範夫妻 誰不知道啊 但是你說 我怎麼就想不明白呢 這次上港 人家多少人打破腦袋都要進來 這楊潔怎麼就死活不回來呢 對了 聽說 她不會因為王進吧 啊 那個 我瞎說的啊 你就當什麼也沒聽見啊 我不是想楊姐嗎 我想那趕快回來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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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把你給田帶來了 好 先買吧 這個是一萬塊錢 你也別怪我那天態度不好 誰也不願意發生這種事情 多危險 錢也不要這麼多 我留下一半 剩下就拿回去 啊 不不不 你還是都拿著吧 行了行了 聽我的 也不兇賠這麼多錢 那那些錢真的夠了嗎 好了好了 我也知道你不容易 這樣吧 下次教室還是你來做 下次記住不要帶小孩過來就行了 那謝謝你啊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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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再見 來 王叔叔 我自己上車 你要自己上車啊 嗯 你現在真是男子漢子 啊 看見 跟叔叔說啊 是想直接回家呢 還是想麻糊地帶你去吃肯德雞 肯德雞 真的啊 嗯 真願意吃啊 嗯 那行叔叔今天帶你吃一口啊 走 自個兒嘗嘗 來 坐好了啊 坐好了啊 你這當小姐的 你還趕上這個漢子裡的來 你說什麼 你說 你說 你都幹了什麼事了 你說 你們做小姐的都那麼臉皮膚嗎 幹什麼呢 有這麼瘦嗎 你告訴你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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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緊讓他走 王叔叔我們還去不去吃肯德雞了 去啊 瞧瞧啊 這樣 叔叔啊現在有點事兒 啊 先出席一下 你呢就在車上 哪兒也不許去 嗯 叔叔馬上就回來 記住了 嗯 真乖 叔叔說話就回來啊 在這兒等叔叔啊 好啊 我妹妹往那邊 我跟她腿子打著了 我要不去 我要不去 我們那個家怎麼辦啊 我媽死不掉 我媽死不掉 我朋友聽 我不去掩錢 誰管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来一会儿 把药喝了 怎么样 疼得不那么厉害了吧 好多了 不是 都这么晚了 强警怎么还不回来呀 信息路上有什么事呗 别着急 晚就晚点呗 你看 说着来的吧 爸 妈 怎么样 妈 好一点了没有 好多了 强警呢 强警没回来吗 你不去接他 他怎么回来呀 是这样的 早上王静说晚上去接的 那个早上也是他送的 不是 那都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还不回来呀 就是啊 你上幼儿园看看去吧 万一王静要是有事忙 给耽误了呢 对对对 去吧 妈 你先着啊 那我去看看啊 去吧 强 强强来了吗 强强 不是 你去接的吗 是啊 我是接着强强 我接着强强强说他要吃这个肯特鸡 快到那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有点事 我就下车跟人谈点事 我再回车 强强就没了 我找了强强一段时 我还想他是自个儿回来的呢 那强强丢了 在哪儿不见的 就是快到那肯特鸡那儿 那儿边上好像有什么一商场 我就 你 你去派出所报案了吗 报案了 这个警察也说帮着一块儿找 快找去吧 孩子这么小 师母 您别着急啊 我现在再去找去啊 你回来吧 强强丢了 你快回来 快回来啊 妈 我出去找了啊 哎 刚子 你怎么电话脑是占线的 强强丢了 我跟你说 你现在到哪儿啊 那你就不要回来了 你跟梅子赶紧去找强强啊 经过就是这么经过 强强 你也别他着急了 现在赶紧去分头找孩子 分头去找 都快找孩子去吧 你 我这也动强不了啊 王静他人呢 刚出去找强强了 我得先找到王静 他肯定是故意把我儿子给弄丢的 我必须找到他 余光 你给我站住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孩子 别的什么事都没管 哎 老伴啊 我也去找 你应该在家乘吗 乘乘乘 快去 快去吧 爸 你就别去了 你腿又不好 一会儿我们还 还不够忙活你那腿的呢 我跟你说 你那家里待着陪着我妈 听见没有 有事情就给我们打电话 哎呀 让他去吧 我早就该知道 他不会放过我 不会上把甘休的 哎呀 他也是一时疏忽 他也不是故意的 不要替他脚面了 他怎么不故意的呢 啊 他凭什么接送我儿子 他怎么那么巧呢 第一天接送我 把我儿子给你弄丢了 你不要把别人 想的那么阴暗好不好 这不是我想的 是自己做出来的 不要替他说话 不要护着他 我 我什么时候护着他了 难怪人说 你不会上班不正常 我看是不正常 那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会上班的 余力光 现在小儿子 去那边扯那些没用的 喂 余光 怎么样 有消息没 哎呀 你们不要再介绍下转悠 鼻子比起有嘴吗 哎呀 你们不要再介绍下转悠 见人就问问 行 我这儿一有消息就给你电话 好了 就这样 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啊 我今天我之前还是考了 考了这个学校 快来 很多孩子 我不是太习惯了 我也 我越不越 这个学校 我我们不得 也不得 你怎么不得 我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打扰一下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孩 就这么高一点 然后五岁大的孩子 没电 刚才你又门一大圈了 小心 其实刚才是挺好的 我刚才带着强子去吃 肯德鸡去了 但是突然我就碰上一人 我就跟人说话 但是我一回头 再找强子 强子就没了 真的 我刚才就 这条街我都找遍了 我觉得这地人多 也许他会跑这来 这会找 其实我现在真的 杨基 你别这样 你别急 你放心 强子一定丢不了的 我们一定会找着的 你别太急了 杨基 你别急 一定会找着的 杨基 孩子一小姐 我们马上告诉你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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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怎么样 有没有消息啊 我没捡到孩子 谢谢 别着急啊 好 我赶紧走 我赶紧走 几点了 两点多了 出发 干吗 bam ytes 走 哦 jan 水 我儿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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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你把我儿子找回来 姐夫 你放手 你把我儿子找回来 姐夫 姐夫 你松开 姐夫 你又别碰我 我来呀你 姐夫 你孩子看小孩干什么你 行了 姐夫 行了 干什么都没关系 问你在哪呢 杨姐 哥 强杨找到了 在哪 在建坑路的派出所 快走啊 哥 什么派出所 建坑路 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要真不见了 妈妈怎么办呢 你以后还乱跑吗 阿威连 你可吓死我了 你可吓死我了 你要真没了 我又不活了 警察 谢谢 谢谢 谢什么 其实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对吧 这孩子也真是碰上好心人了 哭哭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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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都找不到家在哪 这人家只好把他带回家了 问他住哪儿吧 怎么都说不清楚 这人家一着急 只好跟派出所联系了 找了好几家 这不就找到我们这儿了吗 我们一接到信息啊 就赶紧跟你联系了 那人家地址有没有 我们得好好谢人家 这个人家也说了 就不用了 不过我提醒你们 这以后啊 一定要把这孩子给看好了 千万别让他乱跑了 你说万一真碰上那种人贩子 怎么办 那就不是现在这种结果了 对对对是 是啊 太太谢谢你们了 太谢谢了 没事了没事了 谢谢谢谢啊 孩子找到就好 好好谢谢 杨夕啊 儿子 走吧咱们 儿子 来来 爸爸抱抱 来来 给我吧 来 儿子 你 赶紧回家吧 老老爷都急死了 看不见喽 走去 爹爹都看不见了 走走走 爸爸走喽 走 走 走 哎 早上黄爸 怎么不坐你哥的车啊 啊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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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我干嘛坐他车 他是他 我是我 哎 上我的车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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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哎呦 喂喂 哎 谁啊 啊 是我 张主任啊 什么事 怎么这么着急呢 好好好 我马上过来啊 好好 你们都看到了吧 哎 我们厂子的设备 什么时候被列位刀能靠到名单里边了 哎 长长 去年这个全市搞企业普查的时候 他们要走了所有的资料 你这个厂办主任怎么当的 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呀 不 您不是说要全力配合吗 那全力配合 你又不能一点心眼都不留啊 你长个脑子干什么呢 就知道吃饭了 什么主任呢 吃饭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吃猴子呢 那个 丁总 你看这个事怎么办 哎 你看这文件啊 凡是能耗超标的设备 必须在一年内淘汰更新 我说丁总 这怎么办 你改造的那些设备 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恐怕不能 这是市政府的文件 是对全市企业的统一要求 谁也跑不了 再说 在我的设计改造里面 没有解冻降号这一块 那怎么办 那你说说怎么办 那明年没等你那个新产品生产出来 你改造的那些设备就淘汰了 那你改造的还有个屁用啊 没有办法 只能重新设计 把捷径降号这一块加进去 那得需要多长时间 不知道 两年或许三年 都有可能 而且 加进捷径降号这一块 项目改造的投入至少也多出一倍来 完了 全完了 这事儿肯定得黄了 哎 我给王金打个电话 看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时候出这么一个搜什么政策 不行 我不管什么政府政策 我只认合同 合同规定 半年之内必须得出新产品 至于这积极设备 符合不符合 节能降号标准 是不是被淘汰 跟我没关系 半年之内新产品要出不来 我追究你的违约责任 王金 不 王总 你听我说 其实 我们也不愿意这么做 那你看 上面这个问题 我都不看 你现在两条路 一条路 他的师把这项目给我做成 再路他路 就是赔偿我全部的损失 王总 你看 你这钱刚到账上 也谈不上什么损失不损失 是吧 怎么没有损失啊 我这投资就有成本 你当我来这玩了呢 我要玩这 我也不会跑这玩来的 你看您这话死 张主任 怎么说的 我这么话啊 我这么说还好听呢 张主任 少说两句不就完了 那个 丁总 你听我说 你就按着王金 你就按着王总说的第一条路做 是不是 长延不说的好吗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咱们做好保密工作 没有过过去的火焰山嘛 好想起 丁总 你觉得这件事行吗 不行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项目 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我确实有失误 没能把节能信号这一块 当大事来考虑 更没想到政策来得这么快 政策上说不政策 你甭管 你就觉得这件事 你有没有把握过 有 但不能这么做 因为节能信号现在 别的事 甭跟我说那么多 你就踏实 把这个机设计这事 给整网了行吗 不行 当初我没有考虑到 节能信号这一块 这是我的失误 不能让这种失误 一日再再三日出现 发现问题 就得及时解决 这样吧 咱俩单独聊了 我跟郁广单独聊了 我呀 没那么什么 我怎么可能 硬着干的 我跟上面的红图文件 硬了点 但是呢 这件事 我们还必得说 那你什么意思 二十万图电 用二十台机器 就叫能耗超标 是吧 如果二十万图电 用四十台机器 那是不是属于 节能降号 对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想造成一个增加 直接数量这么一个假象 你看 我就知道郁广有脑 只要我们单机 能做到节能降号 我们被砍回过头 说不定啊 政府还发我们一个 节能降号的件 没问题 没问题吧 有问题 这点我做不到 郁广 我觉得这个坎 你必须帮我 其实你帮了我 也是帮了你自己 这我就知道 但是 这个忙 我的确是帮不上 所以他 明白什么 这就是欺骗 这属于欺骗 别人的事 都是欺骗 别人的事 能骗就骗 而 一弄到自己的事 这就不属于欺骗 就拿原则去说话 我觉得做人不能这么做 这你什么意思呢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觉得我没有欺骗 这肯定欺骗的 你想着 那你要非得说我欺骗 那你欺骗我又怎么接着 那这样 我没有欺骗过你 那杨夕那封信怎么接着 好了 这件事我们不谈了 其实我知道 你主要还是 在跟我较劲 我也知道 强强丢了责任事物 是吧 杨姐 说心里话 强强丢了这事 当时我的确是非常生气 但事情已经过去了 儿子找到了 估计过去了 不谈这些了好不好 就是这个 极其改道这事 如果你要 用你的那种方式让我做 我肯定做不到 但是呢 用把节能经济后这一块 我把它加到这个 既改上去 是吧 可能 能做到 但是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大概要多少时间 说不准 可能半年 一年 一年 那不行 都说不准 那我等不了这么长时间 我今天要的是 你今天要给我一个答复 这件事 行不行 那按照你这种说法 我肯定做不到 肯定不行 我最后问你一次 我最后问你一次 行不行 我也最后说一句 不行 这肯定不行 那好吧 从今天开始 这个项目 就跟你没关系 你 平直 你说什么 黄金 你凭什么 听我的直 黄金 你有什么权利 听我的直 黄金 你没有这个权利 没有